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Linsys WRT1900ACS这款无线路由器了 这个无线路由器也是一位网友发过来升级了 那顺便来开箱一下 现在我收到的这个是全新的Linsys WRT1900ACS这款无线路由器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它这个外包装 好 这个就是它这个外形了 好 先我们来拆开来看一下 拿个销件到了 把它拆开 上面还有一层薄膜的 好 打开这个盒子来看一看 好 打开这个盒子来看一看 好 打开这个盒子来看一看 好 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主机了 WRT1900ACS这款无线路由器的这个主机 这几个是它这个LED指示灯 后面这里是网口的这个指示灯 来看一下它这个后面 上面写的WRT1900ACS V2的这个版本 千兆商品无线路由器 而这个呢是国内的这个版本 国产的这个版本 好 再看一下它这个随机的一些配件 这个是光盘的 安装首次传进博修卡 然后4根天线 4根天线 这下面就是一根随机带的网线 还有这个电插头 电插头 这个可以更换美式和银式的这种插头 也要更换银式的插头也是可以的 直接这样子更换上银式的 非常方便 就更换这个插头非常的方便 好 现在就把它组装起来了 好 碾上这个天线 5个这个千兆的网口有4个LAN口一个WAN口一个USB口两个USB口 所以这一个是USB跟ESATA共用的一个接口 这边是复位键 这边是DC电影键 还有开关 电影开关键 好 插上电影 好 双电来开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电影指示灯 好 它现在正在开机关键中 我们切换到这个电脑画面上来看一看吧 好 现在我们就到电脑上来看看这个 延长的这个无线路由器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界面 顺便呢 为了发挥这个WRT1900ACS 这个无线路由器强大的这个性能 以及增强它的功能 我要把它这个延长的固件呢 申请到我最新制作的这个OpenWRT固件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络适配器 现在网线已经插上了 看到当前获取的这个IP地址是191.168.1.194 默认的网关是191.168.1.1 好 现在我们就敲入这个IP地址 来打开这个路由器的这个管理界面 按下回程 好 现在是出来这个设置项的 我们点一下锅 再点下锅 好 在这个连接这个界面这里呢 现在我又把这个LinsysWRT1900ACS这个 延长的固件升级到我最新位置未完整的 网友定制的OpenWRT固件 好 这里选择一下这个要升级的这个固件 好 选择一下这个OpenWRT固件 然后点一下开始 好 这里它又提示要注意视线的 就更新过程中呢 这个无线路由器会重启 重启之后呢 这个会实习连接 所以要重新点一下这个设置 我们点一下试 好 这时候它就正在更新固件 写入这个OpenWRT固件 到这个WRT1900ACS无线路由器里面去了 这里 我们稍等一两分钟等LIDA更新完成 好 现在看到这个无线路由器正在重启 过程中 我们稍等一会 好 现在跳出了一个对话款 提示这个固件已经更新完成了 现在这个无线路由器正在重启关中 稍等一会 我们再进入到新的IP地址 192.168.200 就可以进入到OpenWRT固件的登录界面了 好 这个WRT1900ACS 这个无线路由器重启完成之后 现在我们来看看 重启之后获取到新的IP地址是多少 我们双击这个网卡适配去 看一下当前获取到的这个IP地址是192.168.2.244 默认的网关是192.168.2.1 就从它延长的这个1.1 变成了新固件的这个2.1了 好 现在我们重新打开这个浏览器来 我们输入192.168.2.1这个IP地址 按下回车 好 现在就出来了这个OpenWRT系统的这个登录界面 默认的用户名是RT 密码是Password 我要登录进去说密码Password 好 点一下登录 好 登录进来呢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最新制作的这个WRT1900ACS 最新OpenWRT固件 然后当前显示的这个界面是英文的 没关系 这里我含有这个中文语言界面 可以随时可以切换的 我们把这个页面滑下来看一下 当前WAN口已经网线已经插上了 获取到的这个WAN口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当前的这个无线也已经开启了 有这个2.4G的这个WiFi 5G的这个WiFi都已经开启了 因为客户都还没有连接上去 所以这里显示这个WiFi的信号强度是0 如果有客户端连接上去的话 它这里显示的这个信号强度是有的 我们简单来浏览一下这个功能菜单吧 这里有常用的这个SSSSR V2ray Trojan这个科学上网这个插件 还有Watchcader FRP内容穿透这个功能插件 KMS激活Windows 或者Office这个服务器 还有OpenVPN 以及内网参透的这个NPS 这个客户都还 网络下的菜单这里 就可以设置这个网络接口 无线的相关的这个设置 交换机的相关设置 DHCP DNS的这个设置菜单 还有防火墙的设置 以及Troper A7C网络加速的这个设置 还有多信多伯的功能设置 好 这里就是贷款监控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正常连接到外网 我们点一下这个整单的菜单 好 这里我们PIN一下网址 PIN一下外网的网址 看能不能连通到外网 好 现在是可以正常连通到外网了 已经返回正确的这个IP地址了 好 我们就简单来配置一下这个SSSSRV2类Trojan这个科技上网这个插件吧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好 当前上没有导入节点也没有添加这个节点 我们点一下这个节点 服务器的这个节点 然后把页面滑下来点一下添加 好 找个节点来把它导入进去 把这个页面放大一下 然后把这个服务器的地址把它复制一下 这里类型的我导入的是Trojan这个节点吧 作为一个示例来演示一下 然后把服务器地址复制粘贴过去 默认的这个端口 144 然后密码 密码把它粘贴过去 好 把页面滑下来 我们点一下这个保存跟应用 好 现在就已经添加了一个节点 我们继续来添加第二个节点 还是选择这个Trojan的吧 把服务器地址复制粘贴进去 把服务器地址复制粘贴进去 好 现在就已经添加进去两个这个节点了 我们返回一下这个SSR 客户端 然后我们在主服务器这里选择一下 选择你要连接的这个节点 我们选择一个Trojan的这个节点 然后这里运行模式呢 就通常还是四种这个运行模式 功夫网列表模式IP 然后中国大陆IP的模式 全局的模式 海外回国的这个模式 你要选择哪种 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的 这里我选择一个功夫网列表 这个模式吧 然后点一下这个保存应用 好 他现在正在保存这个设置 我们稍等一会 等待他保存完成 好 现在已经保存完成了 看到这个SSR Plus的运行状态 已经变成绿色的 说明现在这个已经正常运行了 我们点一下状态这个页面点进去 我们检测一下这个网络的这个联通性 好 在这个页面我们要检测一下网络的这个联通性 我们来点一下这个谷歌联通性 点一下 好 显示谷歌联通性是OK的 再点一下这个百度的联通性 好 百度的联通性也是OK的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功夫网列表书记库 更新一下这个书记库 好 现在书记库也已经更新到最新的了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中国IP书记库 点一下更新 好 现在这个IP书记库也是更新到了 我们点检查一下这个端口吧 好 有一个节点的这端口是不同的 其中第一个节点是OK的 好 现在我们就选择第一个节点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网页来测试一下 比如我们输入这个bbc.com吧 bbc.com 好 看到这个bbc.com的这个网页可以正常打开 访问得到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这个wrt1900ACS 已经可以成功访问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网站了 当然你输入谷歌的主页面也是可以正常访问得到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这个wrt1900ACS 可以反复一下这个路由器的这个主页面来看一看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内网参透 我这个最新固件也是已经集成有这个frp的内网参透的这个插件 以及这个nps内网参透的这个插件 这个两个内网参透的这个插件的功能都是非常强大的 非常好用 有需要的话就去启用吧 好 这次给这位网友这个wrt1900ACS升级最新的这个openwrt固件整个过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这个wrt1900ACS无线路由器的话 也可以用我这样的方法 把你的路由器升级到最新的这个固件 如果你需要定制最新的这个openwrt固件的话 可以用telgram发私信给我 可以有常来为你定制最新的这个固件 好 这次呢这个wrt1900ACS无线路由器的这个开箱跟升级固件的过程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使用热器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留言 还可以扫描我屏幕上方的这个telgram交流群组的这个二码 加入到telgram交流群组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好这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观看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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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